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不要误会 秘法是什么秘密 秘法没有什么秘密 在释迦牟尼佛的旗下 没有秘密 佛法讲的秘密 是指佛 这么说 你那么听 你听的 不是佛讲的 那么要了解 佛陀的心 用你的想法 你想象不到 以这样的原因 说佛陀的心是什么 他叫秘密 并不是说 佛陀有什么东西留着 等人家私底下来 我再秘密的给他 没有这种法 这个不叫佛法 佛陀 对所有的众生 他都公开 他都这样讲 但是 人 因为他的生活背景 因为他的个性 因为他的个性 因为他个人的 种种原因 所以对于佛陀 这一个自真等正觉的境界 他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叫做秘密 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佛陀 他对哪一种人 特别喜欢 所以呢 就把这个燕窝 或者是 露荣 还是阴松 特别留给 他喜欢的弟子 所以这个叫秘密 绝对不是这样 佛陀是完全的公开 完全公开 毫无秘密可言 知道吗 所以大家来参与 所谓秘法的修行 你也不要以为说 这里面有哪些 是外面得不到的 我告诉各位 本道场里面的法 那就是本道场的法 外面你也可以去流通 我们没有啊 禁止 所以我们在这个法本中啊 法本有没有 第一页啊 我们特别啊 跟各位做一个啊 很明白的一个宣言 你看看 你这个灌顶法的这一本 有没有 有没有拿到 第一页可能 你们那一本 手册可能没有啊 有吗 我那一遍啊 法言密法修学 须知有没有 密法修学啊 房间有传言啊 未经传法灌顶 不得私下修学 否则是为道法 有没有 是不是外面都常常这样讲 我们说啊 此说非实意 这不是真实的 佛陀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无等行者 发愿修学 释迦以法 并无有著作权的争议 我已经先把你标出来了 佛陀没有说 这个法归你的 将来要到你这里修学 红包包多少 不达多少以上 你可以不传给他 他没有这样讲啊 他没有这样讲啊 所以这一点啊 大家先弄清楚 然而 可是呢 我们话要讲回来 行者应以恭敬心 虔诚心 虚胜心 受之 哎 你不要说 反正这不要钱的 我来试试看 这个叫清慢心 我来比比看 这个道场好 还是那个道场好 这个上师高明 还是那个上师高明 那你要这样的 那我告诉你 你就叫无上师 什么叫无上师知道吗 没有上师叫无上师嘛 我们那清小姐就是没有上师嘛 所以叫清小姐无上师嘛 对不对 我们不要搞错了 不能够啊 有那种清慢心 比较心 那个是世俗人的心 我们是个修行者 不应该如此 应该要以恭敬心 虔诚心 书圣心 书圣心 来接受 直欲善事良导 遇到善知识啊 好的指导者 理应啊 签下求学 要签下求学 若唯有法本 而不欲知识指引 假如你遇到法本 而没有善知识啊 没有善师可以指导你 那么你荣然应该在佛像前 假如连佛像也没有 亦应秉赐成心 自心顶礼求法 荣可失智修行 知道吗 这已经跟你讲得很明白了 没有善知识也没有佛像 那么你自己啊 荣然要以赐成心 自己啊 顶礼这个法 求这个法 荣然啊 可以自己修行 假如你是以高下心 傲慢心 考验心 来测试啊 好坏 良苦 这荣道是起啊 无有是处 你要以这种心来讲啊 那你的师父 就算释迦牟尼佛也没用了 也没用了 要记得这一个心 事故普劝行则 法不孤其 藏远乃是 妄后来者 善守思道 常阳法身慧命 恕不负前贤皆种之苦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不管你在哪里 遇到有这个法本啊 绝对的恭敬心 你可以修学 可以修学 我在这里啊 已经这样告诉各位 但是 假如有善知识要指导你 你不愿意去接受 自己在那边啊 我比你厉害 这个我自己来就可以啊 这个叫高下心 这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传法灌顶啊 是一个啊 正式的仪式 就像归于三宝一样 一定要归于吗 那也倒未必啊 对不对 你做得啊 如法 如三宝之法 那你就是标准的佛地子 可是呢 你假如 一有高下心 一有高下心 对于身重 身薄 不能恭敬 那就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啊 只要有 这些大德 我们统称大德啊 出家众啊 在世 那不管他修得好不好 或者啊 他可能啊 是专门在跟人家 办理法事的 这些赛工 只要他献个出家相 你以自成心 像他归一样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他自己 不知上境 是他个人的事 他个人设身 化身的部分 你不要管他 你归于他是因为 他献三宝相 他已经是宝了 你从法身上面啊 来接引这个佛法 你要了解啊 知道吗 绝对不从外相看 想当年 二十几年前 我归于的师父 他是每个月啊 到地藏王菩萨那边 去开会的人 我还以为他真的很厉害 我说师父人家和尚 不是要剃头吗 你这个小孩子懂什么 我哪有时间剃头 我照样的非常恭敬 一直到现在 听说他病了 有人跟我讲 我说你认识他 他认识 我说你跟他讲 说我请他到 回道场来住 他跟他讲了以后 他说他不敢回来 我们的恭敬心要有 他不敢回来是他的事 大家要知道 我们 学习者 要有学习者的正确态度 绝对不要迷信 这二十几年来 台湾有两股啊 非常奇怪的现象 一种啊 就是净土中 一种啊 是西藏的密教 这个在台湾泛滥啊 都是很不正常的情况 本来我是 不想把这个密法讲 也不想传 因为大家的观念都错误了 都错误了 可是我们不是没有密法 我们不是没有净土 所以我们一定要冠上 法言两个字 法言密法 他绝对啊 跟西藏密法 现在时下流行的 那种观念完全不同 你不要说 抓鬼 道士抓不到 叫和尚去抓 和尚比道士厉害 和尚啊 抓不到鬼以后 再请喇嘛去抓 喇嘛比和尚更厉害 那是演戏的 你不要看戏看久了 以为真的是这样啊 告诉你啊 凡夫就是凡夫啊 他站在磅上蹭啊 他几公斤就是几公斤啊 他不见得说 他站到磅上去蹭啊 他的公斤数啊 就等于零啊 没有那回事啊 都是凡夫 但是啊 西藏密法有一点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你看他们的文宣传单 每一个喇嘛要出来啊 通通都是尊贵的喇嘛 殊胜的善师 我们啊 哪一个叫你的师父 你说尊贵的师父 当有一个人说 我那殊胜的师父 你一定会起鸡皮疙瘩 但是你叫尊贵的喇嘛 你却好窩心喔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窝难祸 我们不是说喇嘛不殊 不殊胜不尊贵 你自己的师父 是不是也那么殊胜 那么尊贵 你就是没有这个信心啊 所以有些人说要修密法 他先看看 你师父传承在哪里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他 那我师父直接从文殊师弟菩萨 得密法传承 他要告诉你说 我们的上师就是文殊菩萨化身 那你就可以告诉他 那我师父就是文殊菩萨 不是不要化身啦 那本身就是啦 看谁厉害啊 这个叫吹牛啊 台湾话讲的碰轰啊 这种恭敬心啊 我们要有 但是啊 恭敬以后所讲出来的真实性有多少 那你自己要能够知道 要能够知道 你看西藏的喇嘛 哪一个不讲他是 哪个菩萨哪个佛转世化身的 那有用吗 不必这样讲 我们告诉各位的是法 你要有那么一个可行之法 透过这个法 怎么到达佛陀的境界 这个才重要 现在的问题啊 法的本身 这个定位啊 一定要明确 一定要很明确 这条路 然后呢 我们要的就是 哇 现在到底是属于哪一块料子 你自己看得清楚吗 你是明知的 还是毛知的 还是麻知的 你这块料子是适合当毛布啊 还是适合当西装 要先搞清楚啊 然后啊 我们再从这个定位 开始做提升自己的水平 跟提升的方法 因为我们刚才跟各位谈到 每个人因为他的性向 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个性 还有他种族性的先天性 有种种的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啊 都能够一视同仁 知道吗 我们绿岛 绿岛知道 有很多名人都住在那里啊 那么 政府当年啊 为了改善居民住的环境 在那边盖了很多房子 给他们住 结果那些人啊 住不下去 就把房子啊 腾出来 给租 给租啊 住啊 然后自己啊 去住啊 租住的地方 他说啊 那个地方住起来比较凉快 同样 政府花钱 盖房子 给不同的民族啊 来使用 有的民族啊 就抢的钥匙 然后房子一直涨价 尤其台北这个民族 那绿岛那个民族呢 他就不要 他就说啊 那个房子给租住 那自己呢 去住租住的房子 有没有 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族群啊 所做的反应啊 那就是不一样 那你不能够说他错 只是同样的条件 跟水平所得到的答案啊 是不同的 继续 继续 同样的 我们现在 在从事这个心灵工程 那大家 也应该要留意一下 有些人 假如按照佛法来讲 贪 贪 称 吃 各有不同 有的贪心重 有的称心重 有的痴心重 有的等分 贪称吃都有不太重 对不对 那么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 它就不一样 对于一个教法 它的领受 也不同 因为这些差异啊 我们就很难啊 所以用同样一个教法 来要求所有的人 通通达到相同的目标 所以现在啊 从果地向阴地来讲 那么可以有种种法门给各位 可是从各位啊 是从阴地向果地说 那么我们从阴地向果地啊 自己就要去找你自己的法门了 自己看看 我们贪心重呢 还是称心重呢 还是鱼吃心重呢 或者都差不多差不多 半斤八两 通通都有 碰到好吃的贪心重 碰到不如意的吃心重 碰到用脑筋的就鱼吃心重 有没有 现在这一种情况的话 那么跟 那一种是非心 正义感很重的人 他是称心重的人 那个差别很大 他的学法也不同 修法也不一样 有的人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都没有问题 等到发生问题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你看看 这样的情况 他要修学的方法 那跟人家怎么会相同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看看 自己属于哪一份 资料 那我才能够知道说 我要怎么用功 自己连自己是个什么状况 都搞不清楚啊 我们要再访过来问 你为什么进佛门 哎呦 无聊嘛 对不对 无聊啊 所以就拜佛拜一拜啊 台湾话讲的 为什么要诵经啊 为什么要诵经啊 梦胸啊 为什么要念佛啊 梦念啊 这梦念啊 梦拜啊 你想要什么成就 要想修行啊 就一定要有方法 自己一定要找出方法来 就像我们在家里持家 养家活口 你要有你自己的一套 不能没有那一套 那这个功夫啊 要自己下 自己下 假如你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上师 在跟你开导 怎么修怎么修 你常常好像摸不到重点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 这种讲法不适合你 就马上很明显的 你还要再讲 再找另外一个方法 因为我这样讲听不懂 你不要一直在问为什么 有没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密法 我修不来 那我修禅法 对不对 禅法修不来 那有净土啊 那再不行 不然慈戒嘛 那么慈戒有慈戒的方法 念佛有念佛的方法 那你修密法有密法的方法 同样我们密法里头法门很多 法门很多 现在我们大家 意识污染严重 你不知道 有很多不认识字的人 那很好玩 同样一个咒语打开 摆在他眼前 有的就会头晕了 有的就会神情了 非常的清爽 同样一篇经文 你打开给他看 他完全不是字 同样的 不同的经文 他字都不认识 就摆在那个地方 他会扶置心灵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 你要留一点时间 让你给经典来看看你 因为你认识字 你常常会觉得 是你在看经 我告诉你 把我们自己 笨一点 去给经本看看你 不要说你读经 让经本来读读你 知道吗 这个角色 能不能扮演一下 转换一下 我们读经 你是通通用意识形态 告诉你 你要能够不用意识形态读经 你早就开悟了 所以你现在在心里头 自己转一下 转一下 让经典来看我 让经典来读我 会不会 我们到动物园是去看猴子 还是去动物园给猴子看 你说下雨了 雨淋到我身上 你有没有想过 是我淋到雨身上 你能不能感受这一点 把自己做一个全方位 完全的改变一下 这是只有修行人能体会的 一个专利 不是修行人 他体会不到这一点 你看他小孩子在玩 你去注意看 小孩子在玩 到底是小孩子在玩球 还是球在玩小孩子 小孩子在跟狗玩 你注意看 狗在玩小孩子 还是小孩子在玩狗 你注意看看 我们大人为什么跟狗合不来 因为你常常要打狗 对不对 狗伸出舌头来 你就嫌他不会伸 不知道有没有艾滋病 小孩子不会 狗伸舌头 他也跟他伸舌头 到底是谁在玩谁 大自然的存在 是这么和谐 这么美好 我们感受不到 那就是你的秘密了 那就是你的秘密了 秘密法在哪里 就在这里啊 佛有没有讲 有讲啊 你看得到吗 你听得到吗 佛佛佛讲法 不是站在人的立场 站在动物的立场 不是 佛是站在宇宙法界 一针的立场上讲的 所以佛讲经啊 是完全谁缘 那个谁缘 跟你讲的谁缘 不一样 我们讲的谁缘 是我的意识形态 在起作用 那哪有谁缘啊 佛在这个宇宙中啊 在你我他之间啊 他没有定位的 他是超越的 一块石头 一棵树 一朵花 一个人 当佛在转法轮的时候啊 这些通通叫众生 一起在听闻佛法 我们呢 那就不一样了 你会去跟一个石头讲话吗 你不会的 你跟人讲话 都讲到人变石头了 对不对 说朽木不可凋也 如子不可交也 你跟人讲话 都讲到这个样子了 你看道生法师 跟石头讲话 讲到完死点头 有没有 我们行吗 所以我们对佛所讲的 你未必能了解 即使啊 这样尽性 这样谁缘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都体会不到 这个叫秘密啊 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修秘法 它有几个特色 提供给各位啊 做一个基础上的一个认识 第一个你会看到 我们要修秘法 秘法有很多谈诚 谈诚 谈诚里头啊 它的布置啊 可以说啊 富丽堂皇 五花十色 那 讲个 比较不上道的话 那叫做 玲珑满目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宝都有 为什么 那么摆这些要怎么摆设 它有规矩的 那么这个规矩在哪里 这个我们从初学的立场来讲啊 学这个规矩啊 就叫做秘 就叫做秘 现在摆着你看 你看得到吗 这是从向上来看 从向上来看 为什么这样摆设 它有什么 这个摆设外在的像 我们叫做谈诚 而事实上啊 谈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外谈诚 现在你所看的这些都是外谈诚 外面的谈诚 透过外谈诚的布置啊 那你自己内谈诚要建立 要建立 所以第一个行法 我们首先就讲供养 供养 供养是透过啊 外谈诚啊 要培养你的内谈诚 所以我们在讲习中 也跟各位讲 供养啊 两个字啊 就法身来讲 它其实就是培养 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之良 培养我们的菩提道 菩提道上所需要的资良 这个叫供养 所以从外向上你要参与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参加的 就在这个地方 你要参加 传供 希望各位来参加 你有能力你尽量参与 不要紧 没有能力也无所谓 你至少要有欢喜心来 赞叹 对不对 你看有能力的人 他金银珠宝拿来 我没能力 我替他送过去嘛 可以吗 对不对 你同样的分享 同样的分享 我们说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你没有钱不要紧 我们谁喜赞叹 怕的就是 人家出钱 那你在那边出怨 怨知道吗 出怨气 两年前就好了 两年前股票还没跌的时候 一百万一千万都没问题 你少讲过气的话 两年前五年前十年前都没有用了 现在当下这个因缘才重要 你这个时候不能够不要紧 那我欢喜心来参与 这个就是透过外在我们来认知 那么这里面有种种的宝 我们告诉各位 这些宝是我买的没有错 绝对是我买的 我买的 你出钱啊 对不对 因为我身上的钱都是各位给的 各位大小红包 一包一包拿来 我就是把它兑换到这里来 还有一些同修发心 像我们真相师姐 他就很发心 他收藏了几十年的宝 就借着这个时候 他一直一直溜出来 每次叫他说 帮我把念珠串一下 串一下他自己就挖几个田上去 这个叫谁喜功德 他福德很大 他这种欢喜心 都是供养给各位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 像陈娟娟 打十字厨 打五色厨 都是供养的 他能出钱的出钱 能出力的出力 都是跟各位结广大深厚的善缘 有些人忙 那不要紧 你身上带有什么 那你就捐出来 早上各位所提供的这些金饰 我们会把它做成八吉祥 不管里面的成色多少 我们跟金电来协调这个问题 全部把它转换 有的18K的 有的14K的 有的20K的 有的24K的 不要紧 他们比较内行 他们会去换算 换算成24 足金 那我们就像后面摆的八吉祥这样 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 做八吉祥的共品 那么下一次呢 你看到了 里面都有你的 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所出的不多 但是呢 那都是各位的实力 都是各位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来 同样的 除了这些共品以外 它有各种摆设方式 我们是希望 今天各位 你来参加这几天当中 你要尽量的问 谈诚里头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跑进来 因为这些宝 深重了要负责 代理各位 来管理这些 我们叫管肠的宝 我们不能叫管肠 叫市肠 管是博物馆嘛 我们华原市 华原市里面收藏的这些宝 这些都是各位的供养 那么他们有责任 要把它顾好 然后大家都每一个人自己 零零乱乱的进来 东西掉了 我们没有办法 说来责怪 这些负责的相当是 零零乱乱 所以希望说 大家能够分组 一组一组进来 那请师傅来一个一个跟你介绍 跟你介绍 这里面的宝 为什么这样布置 你将来你在家里 要自己布置谈诚的时候 你才知道 谈诚的布置 我们在台中跟高雄 详细的部分 大概有跟大家谈过了 假如各位想要更进一步明白 那应该请录音带回去听 一般来讲 我们所布置的 通通叫做总谈诚 这个谈诚里面包括四个部分 通常四个部分是分开 布置 但是我们台湾 台湾你在家里设佛堂 拜拜的这个部分 它通通叫做密谈 密法的谈诚 所以密法谈诚本身 第一个条件就是五具足 除了佛像以外 要五个具足 哪五个啊 一个就是 竹台一对 两个 花瓶一对 两个 香茹一个 一共五个 佛像以外 这个就是共评了 就共评了 那我们 不知道 摆了这样一个谈诚 还说你修净土的 那真的是 有够冤枉 你在修什么法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跟各位讲 台湾的净土念佛 根本上它就是密法 它就密法 因为你的谈诚已经布置下去了 然后你再有一个法本 叫做佛说阿弥陀经 然后你又有一个咒语 那咒语叫南无阿弥陀佛 有没有 你完全具足了 你完全具足了 可是你不知道啊 你只有一个啊 人家误导你的心念说 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一直以为是这个样子 其实啊 往生只是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一个步骤而已 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终点啊 不是终点啊 它只是一个过程啊 你透过这样的谈诚布置 但是 你观想的本尊 叫做阿弥陀佛 有没有 到最后 灵命宗使它来接引 你要看清楚啊 它的莲花是 红莲花白莲花 还是黄莲花青莲花 然后那个万字呢 是右旋啊左旋啊 有没有歪一边啊 要不然听说那是魔啊 你弄了这么一堆 已经都走偏了 都走偏了 观想 它叫你怎么观想 有一个观想的步骤 但是大家知道 你所观想的 绝对不是画的 或雕的那一个 你要记得啊 假如你认为是画的或雕的那一个 那你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阿弥陀佛是什么 你要带着遗情去参 这个样子啊 你想想看 你挂的这一幅 那阿弥陀佛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你假如挂成另外一幅 阿弥陀佛是不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我请问你 到了极乐世界 哪一个才是你的阿弥陀佛 关键在这里啊 所以啊 不是这么执着 但是呢 我们已经被扭曲了 因为你在修秘法 不是在修那一种 非常的僵化的法门 所以跟各位讲 不只谈成是这个样子 你所做的功课 你所做的功课 根本上都是秘法的功课 你看 早课 晚课 武功 诗诗 诗诗 哪一个不是秘法 而且很奇怪 你再看看 大悲咒 死小咒 有没有 你发生什么事情啊 最起码 百一大师神咒 通通啊 都是秘法 你能够 说 你不是在学秘法吗 你想想看 你看那课颂本 你打开看看 从头到尾都是秘法 怎么能够叫显教呢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讲 台湾的佛教徒 佛教徒啊 不认识佛教 什么叫佛教 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那这个谁要负责啊 师父要负责 但是啊 我们都是一群无上师啊 所以呢 下面就是一群糊涂弟子啊 一直混下去啊 这个是错啦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 说实在 我们要修秘法 对于各位来讲 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我们 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也有这样的基础 有这样的基础 秘法在台湾 是非常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 已经进入到你的家里 长久以来 你也都是一直在修秘法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 从小人家就教你 遇到事情啊 不如意啊 哦妈你别别别放 哦妈你别别放 秘法你已经在修了 谁教你的啊 那个就是你的上师啊 对不对 他有没有说要灌顶啊 要传法 你有稍微用点心 你就会发现 哦妈你别别放 非常相应啊 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啊 念佛人越来越多啊 你遇到问题啊 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也解决问题了 刚才我们讲过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音啊 通通都是咒语犯音啊 没有一个是中国音啊 对不对 他不是密法吗 可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就是中国话了 观世音菩萨是中国话 可是阿弥陀佛啊 他根本上就是咒语啊 有没有 但是我们呢 长久以来啊 都不知道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我们泡在华海里啊 你现在啊 经营的 通通都是甘露啊 原汁甘露啊 不是原汁牛肉面啊 可是你竟然不懂得啊 还要糟蹋他 还要否认他 你不觉得有够冤枉吗 所以我们这一会啊 最主要的是要各位啊 能够觉醒 认识到我们周遭的法宝啊 是多么的殊胜 多么的殊胜 我们 我们 这个礼拜 要各位来 就是要各位来学习完整的 坛程要怎么布置 要怎么供养 法本呢 法本呢 要怎么修学 要怎么起观 要这样一步一步来 我们这个 这一会啊 主要是给各位啊 做一个啊 基础 因为密法 长久以来 我们没有熏悉 甚至于有人 还排斥他 还排斥他 看看我们的佛像啊 就那么庄严 看看密法 你看看 两个抱在一起 一个人那么多头 像什么嘛 又不穿衣服 你就想入灰灰啊 所以呢 有排斥感 有的是莫名其妙的 一直把它 神圣化 神圣化 到底神圣在哪里 也不知道 反正两个抱在一起 很舒服就对了 那这个都不对 那都是极端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跟各位讲 以后我们 会一个一个法 现在我们讲的 都是种词法 都是基础 都是基础 不管你在外面 密法修学多久 我告诉你 我敢跟你肯定 绝对没有基础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那些证明吗 你想想看 一个喇嘛 他要培养多久 他才能叫仁波切 我们这里有几个喇嘛 我们这里有几个喇嘛 来啊 去年来了一位 七八九喇嘛 他说他快要变成仁波切了 人家多久 的训练 那你想想看 各位 你现在这样就修财神法 那个八九喇嘛 他修财神法 可能修一修旁边 就有一块黄金跑出来 那有可能 那你要这样修 旁边也会有一堆 不知道什么就是啊 你要知道 我们没有那样长时间的 严格训练啊 理论也没有 经验也没有 磨练也没有 你怎么成就嘛 对不对 就凭着这样的半截 半路杀进来 就一个灌顶 包个红包给人家 那你的法就会成就 就这样嘛 那大家都不要出家啦 大家都不要出家啦 不可能啊 所以那个基础啊 我们自己要来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佛学院的学生 为什么这一会一定要参加 因为这个根本就是修法 那么既然是修法 我们就是要从基础来 现在台湾流行风很盛 不但世间在流行什么大哥大 凯蒂猫啊 我连修行都在流行 那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我们不跟着流行 我跟各位负绝对的责任 但是你要跟我学 我们就从基础来 各位现在是很幸运啦 因为有几位 发心要当金刚善师的 他就要好好的谋念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啊 正在接受最严格的训练 所以你们都很轻松 他不敢把好多事都交给你们做 他要自己来 所以各位啊 只要来参加就可以了 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其他事啊 他们都帮你撑了 我是希望以后啊 每个礼拜四的密法共修啊 你要能够来参加 然后啊 来跟他们学习 这些坛程怎么布置 每一样每一样啊 要怎么发心 为什么要这些 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从这个基础来啊 每一个东西啊 都有它的殊胜处 像我们供养剧 我主要跟各位做两种 一种是圆盘子的这一种 一种是七角形的这一种 这个都是密法修法的 一个法器啊 大家不知道啊 那写那么贵那么贵 是啊 它是本来就很贵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历史啊 的时间因素啊 所累积下来的 本身我们这修法 对于法 就要非常的恭敬 我们不是说大家一定要 要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大家的福报 我们各位的福报 跟各位讲 你现在在这里所看到的 台湾是唯一的啦 台湾是唯一的啦 这除了当年长安以外 大概没地方这个样子啦 我们有这样的福报 你才有可能 要不然你再看看 那你到文竹宫去看看 那些供养剧啊 红色塑胶盘 加个高脚的就算很高级啦 对不对 我们这是原木七七耶 汉朝做的 经过四百多年 被虫咬掉以后 剩下来的痕迹啊 唐朝人觉得很美 才把它给公益化 它才流传到现在 我们才看得到 你在这里所看的这些桌子啊 你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大概只有我们台中道场 看得到其他美的 美啦 你怎么知道呢 这个是各位的福报 那我希望各位啊 透过这一层认知啊 我们慢慢的进入状况 每一个东西 为什么有象 为什么有狮子 为什么有马 为什么有牛 那不是动物园 这些都称为宝 它是什么 为什么 那你要弄清楚 为什么女孩子弹琵琶 这叫育女宝 那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要弄清楚啊 那里还要打切开 那个叫长者宝 那表示些什么 你要去弄清楚 还有一颗鸡蛋 那不是鸡蛋 鸡蛋 鸡蛋还没那么大 白个蛋在那里干嘛 我们要弄清楚 为什么要这些 不是要供给你吃的 鸡蛋浮小鸡 小鸡生鸡蛋 鸡蛋再浮小鸡 将来的 可以有很多很多钱 可以有很多很多钱 不是 这是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坦诚的布置 透过这样坦诚的布置 把心 射住 安住在这里 你会发现 从一片宁静的空性中 而借着这些外相 奇妙用的时候 那你的福德善根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 来修学 因为 它有相 有相就有格局 有了格局 那就产生了 我们 一般人所讲的 地理 风水 因为它的形式 因此而产生 所以 你这个地方 要怎么布置 它才会和谐 我们 不必从 那个地理风水的 这种布置 跟做法上面去谈 我们不要从这边谈 因为我们不是要学 那个部分 但是你从谈诚的布置上来看 我们所感受到的和谐 圆融 跟舒胜 你家里自然 就会开始转化 就会开始转化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 你家里的东西摆久了 你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对 稍微移一下 对不对 本来在床上睡觉睡一睡 头不要放这边 放过那边 你自己去移 既然你感觉到说 不对啊 好像这样改过来会比较好 你就改过来 土地公共没有规定 你不能改过去 改过去又把你抓回来 不会啦 这个时候啊 就是你的因缘成熟 因缘成熟 它开始到要转化的时候 所以当你开始转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变化 那叫做格局呀 起变化 你不用在意 当你这样变化 不对一连串的事情 一再的发生 那就是告诉你 这里面有预期的警报 那你要赶快加强做功课回向 你就能够超越 这个就是行者的一种本色 他可以预知 这种预知啊 叫做低路师 知道吗 知道吗 叫做低路师 要是高级的话 就不是啦 他一进去到现前 他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一般人 我们都还是凡夫 你只要把心灵静下来 告诉各位 你好好的做功课 好好修法 生活中的很多灾难 他都会转化掉 你不要在意 你不要心慌意乱 好好的修学 该来的好境界 他会一直出现 大概我们可以告诉各位 你只要修法 你只会 你睡觉的床头转变方向 你的好运道就一直到 那个不良的 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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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学的人 他就会有那种情况 不去投资者 一去投资 投资就一塌糊涂 因为他不修学 你一再修学 你放心 就算你现在有 手中有股票 你想想 不要把它卖掉吧 卖吧 卖到第一个礼拜 你说哇 人家一直涨我 为什么把它卖掉 然后你会发现 过一个礼拜以后 会直直落 一直落 你会非常高兴 修学就是这样 那个因缘会产生 你会扶自心灵 你就照这样去做就好了 那就对了 所以我们无怨无悔 即使说这样子做了决定 也会吃亏 也会受伤 那你也会觉得 这个是应该有的 暴 受暴 这个暴一定是重暴 轻受 修学就是这样 我们不跟你讲感应神通 但是他就本身会这样出现 而你会觉得非常的美好 这是修学者啊 经常有的一种状 一种像 那种像状 它会这样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鼓励各位 你要按下心来 好好修学 我们在修学当中 主要跟各位讲两个部分 一个禅法 一个密法 禅法禅堂里讲 现在在密谈 这个叫密谈 这个叫密谈 现在你所看到的四周的布置 这个叫曼达拉 叫曼陀罗 曼陀罗的布置 只是在道场里这样的布置 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店 三个部分 统一运作 所以一活变禅堂 一活变密谈 那我们只有这样做 当要密谈的时候 禅堂的 就暂时停止活动 那禅堂要活动的时候 密谈就暂时停止活动 就只有这样 这个就大家委屈的地方 戒律跟净土的修法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跟各位 开展这个法门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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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